第五了,向往的生活最后一期嘉宾阵容曝光,收视旅游保证。 第五了,向往的生活最后一期嘉宾阵容曝光,收视旅游保证。 当你眼眷了大城市的嘈杂,是不是会想起家乡的宁静,吹烟鸟鸟的小道上,空气无比清新,生活所有的原来都是由自己的双手创造,向往的生活就是一档这样的节目,嘉宾们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由自己采摘。 这在成天靠吃外卖过活的普通人眼里来说,显得可贵又遥远。 向往的生活就是人们心中最理想的生活状态,家人永远都在,彼此相亲相爱,连动物们一直都在,哪怕年岁渐长也互有了伴侣,也仍不会离开,熟悉的好友都会常来,就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,连花木草鸟和阳光都如同约好的一般,每天都存在。 大概是因为现实的世界里,故事的走向都会从相距走向别离,父母无法陪伴你一辈子,好友终有天会失去联系,连身旁的恋人也会离开,从小养到大的宠物也会先因你而去。 每个人都是单独又孤单的个体,所以向往的生活收视率才会那么高,它给人一致欲力量,告诉你理想中的生活,其实就在眼前俩。 有着好友和爱宠的日子,能举杯妖明月低头吃烤串的日子,随着忙碌的工作,随着肩头愈来愈沉重的担子,而慢慢消失了。 理想中的生活,大概就是曾经拥有,而现在正在失去吧。 向往的生活收视率爆红再正常不过,喧嚣的斗势里总有那么一群孤单的人,需要他来治愈自己的空闲时间,而随着节目的播放,他离最后一期也不远了。 22日,向往的生活录制完了第二季的最后一期,与此同此也有知名大V曝光了最后一期的嘉宾阵容,前来的嘉宾是Angela Baby,妮妮,王逊。 是不是有种奔跑白和极限挑战全体的错觉? Angela Baby和妮妮一同合作过电影,在同稿里总被拿来对比的两个姐妹,又同时参加了真人秀向往的生活,不知道在这期节目里两人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? 而王逊和黄磊都是极限挑战的成员,本就是老友,加上艾娜腾的刘献华和彭玉畅,肯定会有新梗出现。收视率也有了一定保障。 而这个消息爆出,网友们纷纷说Angela Baby之前说要去做客,还真去做客了。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既兴奋又不舍呢? 陪伴你们度过欢乐周末的向往的生活已经录制完毕,大家有什么看法?